这匹马最近心情不好 经常绝食和主人抗议 他的蹄子已经很久没修了 没办法 主人只好把他带到当地师傅这 马蹄表面角质已经腐烂 夹杂着很多脏东西 接着师傅亮出了他的祖传马头锥 还不明白吗 这是他参加当地修蹄大赛赢的 师傅拿他心理马蹄 将粘在上面的脏东西和腐烂的角质去除 马蹄属于机体木 中间呈三角状 很容易藏脏东西 这只情况较严重 角质烂成了渣 随手能拔下一块 时间紧急马上修理 师傅两腿一夹身体半蹲 拿出小刀开干 中间角质像微花饼干 轻轻一滑就掉下来 家养的马运动量没那么大 所以野马的蹄子会自己磨损 整个过程 马不会有丝毫痛痛 就和我们修指甲差不多 只不过马不会自己用指甲钱而已 师傅技术还是很好的 光是工具就有好几把 当清理三角缝中的脏东西时 他有专门的工具 省了很多事 接着换铁钳修理边缘硬壳 要将整个底部修平整 之后才好配马蹄铁 然后拿出错刀打磨 此刻的马很乖 享受着这种感觉 这样底部就算是修好了 接下来就是修理表面 师傅的宗旨是必须美观 到这里就算是完成了 必须给师傅的手艺点个赞 另几只蹄子修理过程都一样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